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 怎样学习写旧体诗 我在这里和朋友们讲一下 由于五诗以后 我们明轴写诗 基本上都是写新诗 旧体诗包括两种 旧体诗既包括 格律诗 也包括古诗 那我们要怎样学习写旧体诗 B站上 写诗鬼才中间 有很多了解的伙伴们 你们都特别的有才华 有的是没有经过系统的 专业的训练 所以他的格律太不俗 其他的都好 想象对语言的感觉都不错 但是他的旧体诗 或者填的词 格律都不对 那么你要写旧体诗 我们就要掌握 一些格律常识 那么我今天和大家讲 我们要怎样的日门 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我拿一步步的讲 第一 你要写旧体诗 无论是写格律诗 古体诗还是填词 那你就要了解 他们有哪些规范 就像你打乒乓球 打篮球一样对吧 你知道打之前 你要知道他有哪些求规 否则你打就犯规了 那么我们第一步要了解 他有哪些格式的要求 那我们要怎样弄呢 首先你买一本 诗诗格律的这样的书 诗诗格律常识 诗诗格律这类的书 比方说我都年纪生以后 我就得了王历的这个 诗诗格律 那么你得了他以后 你就知道 结局 五节 七节 五言律诗 七言律诗 他有哪些形式要求 我以七律为例 那以七律为例 他就有几个基本的 凭着的果实 比方说 凭起 这種 手句不要运 凭凭 这这 凭凭 这 凭起 开始讲是 这种 要这种 肯定手句就不要运 以后各地诗 他都要要凭生运 那凭起 凭 moving 手句 打运 平平这这 这平平 平起平收 手据押运 这起这收 手据不押运 这起平收 手据押运 那么你掌握了这几个基本表释 你要了解 连就是上一年对军的第二个字 和下一年出去的第二个字 你必须先连 那么你把 对和连 你掌握清楚了 你了解这几个基本格式 那其他就是变格 你掌握了以后 你就知道平折应该怎么样弄 好 比方说五言律师是怎么样回事 五言解决怎么回事 七言解决怎么回事 迟有哪些基本格要求 他怎样押运 他要押哪些的 比方说迟有的时候可以押平生运 有的他是必须押这生运 比方说蒲蒜子 你看 蒲蒜子全部是押的这生运 你看意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阻 以示之黄昏斗志愁 更作风和雨 有的是要平生 有的要做生 你了解了 买一本 买哪个出发社的呢 又像在广州 四次给你的很多 我认为 你买中华数据 和上海古籍出发社的 只要这两个出发社出的 四次给你的书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不要买多了 买一样就行了 为什么 你又不是要做专业 在这里面学的大部分朋友 你是一种爱好 学习 好 那了解了以后 那么 由于我们的旧体师 原来我们都是要的 平水运 就是牛渊 它的那个运步 平水运 那么新出发成立以后 尤其是八几年 上海古籍出发社 就出了 私运新编 后来出了中华新运 紧接着又出了中华通运 我们就是 讲称为 平水运 新运 通运 如果你要学习学 平水运 就是我们传统的四国养运 如果技术比较好的朋友 你一写诗 你就用平水运 那个平水运 那我们怎样的弄呢 我和大家讲 我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高中我也没学过 我们高中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那么我在大学里 我了解的这个运 我主要是王立边的古汉语 王立边的古汉语 我认为都是比较好的 他讲了一些运步的常识 我第一个学习运步的常识 就是从王立的古汉语中间学来的 那么现在有 有很多朋友 又不是学中文的 那么我认为学习 现在有很多好的东西 那么我就推荐两本书 首先是那个 《生律启蒙》 《车弯语》的清早 当然 我们要详细考证 好像那个《生律启蒙》 他也借鉴了别人的成果 有人说他是有抄袭的嫌疑 但现在这个书影响很大 而且编的的确是很好 另外一个就是李渔的 利用对运 这两个都可以 但是以这个更好 因为这个 它的字 它的运步划分 而且它就是年轻的多 那个利用对运 有少部分 极少瘦的字 它就是比较随意 极少瘦的不是很多 很少很少 就是它把运步编错了 比如说 这个字应该在一东 就是东方的东 它把这个字 放在二东 冬天的东 那么它少的部分 不太年轻 但也是比较好的 再刚来 它稍稍差一点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说它有一些中间的 就是那个用点 稍稍有点偏僻 那么这个就最好 而且音调特别和谐 而且它尤其是通俗 年轻的朋友 我们就经常拿这个东西来学习 你学习的好在哪个地方 我和大家讲 比方说 你反复地送读它 尤其是年轻的小孩子 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甚至不断地背 比如说 云对雨 雪对风 晚照对晴空 来红对去燕 手鸟对鸣虫 你得现得很舒服 得多了以后 好处在哪个地方 你轴间的 对平直 你就有感觉 就是有直觉 那个直觉很重要 你得多了 它就有直觉了 你写的时候 就不会出运 更重要的是 你对语言有敏感 对你写作文也好 对你写什么都好 而且你记住了 很多优美的词 你使得要怎样对一对子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古代的小儿子 杀学都输 并没有人开始去写作文 就是对对子 就是对对子 古代考大学 老师也教你对对子 面试的时候 看你对语言的感觉 你的基本常识 你的词费 你的才华 都从对对子里面 可以看得到 这是第二步 就是我们掌握胜率 学习胜率 常识就搞个胜率启蒙 你如果家里没有胜率启蒙 只有利用对应 其实也是可以的 了解了这两步 我们就了解 律师的对应 格尼师他要讲究对应 那么对应 我们也是通过 比如说 胜率启蒙 我们通过很多东西来 比如说 五言律师 七言律师 第二年 第三年是要对应 他必须要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也培养了我们的才华 对语言的敏感 那么学习敦勇 我们汉语有一个优点 它是单音节 所以单音节的敦勇 都是特别的工资 你知道吧 你看 五边落幕 五边落幕 萧萧下 不进长江 滚滚来 他敦勇对的特别好 无边落幕 对不进长江 萧萧下 得滚滚来 得得好得不得了 他为什么这么好呢 因为 他是单音节 他为敦勇对 得得非常的工整 十八世纪 英国有个了不起的作家 叫Samuel Johnson 英国人说 他的文章写得太好了 敦勇对得特别好 我们把他英语拿来看 那毕竟我们的敦勇 那简直是小物件大物 所以汉语是一种极丹优美的语言 好 我在和大家讲 学习定用 学习定用 我们要怎样学习 我和大家讲 我在说的最基本的常识 那么你要写诗 你要填词 怎么弄呢 我认为 都最经典的 那么都什么东西呢 都 唐诗三八世 和宋词三八世 宋词三八世 唐诗三八世 圣诸编的 恒唐特斯编的 唐诗三八世 那么 你读的时候 可能 都这个本子 你可能读不懂 因为他的读诗 太简单 而且用前进的文阳文读的 都哪个的呢 都那个 玉守真先生 他编的本书 叫 唐诗三八世 详习 他好在哪个地方 他讲他的做法 就是他的写作方法 讲他的作意 他的主题 也就是 在他的做法 最好的 还是他标注的品质 比如说 五颜骨体 他第一手 他就讲了五颜骨体 在用蕴上 有哪些特点 他都标了贫着 贫着 那五颜铃师 七颜铃师 五诀七诀 他把那个 每一首的贫着都标了 那么 你读这个 你可以入门 那我们要怎样 学习唐诗三八世 我们前面说 手头唐诗三八世 不会拧死也会拧 你就读了 你就有直觉 我认为 学生的曲弄 这些东西好 但读唐诗三八世 更好 反复的颂读 那么你拿一本 御守珍先生的这个 唐诗三八世 详细 又是他标了贫着 那么你要怎么样读 我和我两亲的朋友讲 不能默看 一定要找生起来 颂读要读出生来 清朝人说 读古文若是默看 终生 兼外行业 说到古文如何 主持莫斗 一辈子 就是外行 为什么呢 清朝有个叫 刘大奎的 他有个著名的观点 叫 因声求气 就是通过声音 来求得这个文章的气势 那么气势是怎么表现的呢 就是通过音调 音节 那个一仰定错 来表现出来的 比如说 韩语有篇文章 很有名 叫 宋 董赵兰 自和博序 他一开始就说 烟造古城 多慷慨 卑国之事 你看 烟造 古城 多慷慨 卑国之事 你就知道 他一样定错 你看古人都说 摇头光老 为什么 他就有节奏感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 宋得 早晨起来 或者夜晚 要把它念 都出声了 反而就背 那么 宋词 三半首 我认为 要是想学习填词 最好的 就是用那个 朱舟 某先生的 他那个 大家知道 他的号是 上乡称名 宋词三半首 我是用的那个 唐规章先生 那个监制本 但是他那个 监制本呢 是用潜进的 文样文著的 那么你也可以用 上海古籍 或者中华数据的 那个潜进的 白话文著本 都是可以的 那么 也是要宋得 我为什么 推荐 这个 朱先生的 这个宋词三半首 因为他这个里面 选的 全部是正体 就是别调 遍体的 他很少选进去 选的最多的 格尼词派的 哪些人呢 你看 刘勇 周八燕 江奎 吴文英 这些人 应该 他选的周八燕的词 是收得摸的两倍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和大家讲 学习 填这个东西 很重要 那么 你要了解 那些词的格律 填词 它跟诗不一样 是我掌握的几种格 基本格诗 你就知道写 格律诗了 那么 词 每个诗 都有每个诗的词调 每个诗 都有每个诗的评测 那怎么办呢 买本 龙玉生先生的 唐宋词 格律 他这里面 一些主要的词牌 应该是怎么样 写 他的评测 在哪个地方 押韵 他都标得特别清楚 而且他 每一种词 比方说 大概比方说 换细沙 如木令 南锅子 这些词 还有满江红 他都选 棘手 代表座 你就知道 把他那个词格 和底下代表座 对照了你来背 你就慢慢有感觉了 这点很重要 一定要买本这个 我就是用的这个 我就是用的这个 不要搞得太多了 而且 他那个好处 还在哪个地方呢 我在这里和朋友们讲 他把这个 张真怀的那个 此运剪编 他也编进去了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好 我想呢 三点 三个步骤 首先了解 他的给的常识 第二点 通过胜利取谋 或者利用对运 了解他的音韵 第三点 松头最基本的典范作品 那你松头来得到的 你确实特点还是不太懂 怎么办呢 我再推荐 比如说词 我推荐点词的书 比方说 我上学的时候 我都词的书 我和大家讲啊 来 先说词 宋词赏西 沈走亨先生的 我的导师 等年纪生的导师 他就用我这个书写的 文字 潜意 优美 你容易懂 你知道词 有哪些特点 但如果你要有一点基础 进一步学习哪个呢 我这个书 对我受益这多 就是陈斐石先生的 宋词举 他用文样文分析的每一首词 每一首词 他真正的讲进去了 他好在哪个地方呢 他分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教计 就是版本教刊 第二个部分 考虑 就是认真地分析这一首词的 他的格律特质 第三个部分 非常重要 论词 论词他一句句的 讲得特别到位 而且文字也优美 当时中央大学的 汪比江先生一日过去 那个印象不发达 而且又没有辅导机 他喜欢这本书 喜欢到什么程度 汪比江先生是大学者 他用毛笔小卡 把这本书全抄下来 你说咋爱 咋爱得多厉害 那么这本书 我还跟大家推荐一下 好处在哪个地方 他跟别的不一样 别的诵 别人说讲词 诵词 从北诵 讲到南诵 他不是 他从诵末 一直追诵到南诵 北诵早年 他是反着来的 人家是由缘而到流 他是反硕的 他是由流 反复的推到上面 推到缘 就是你要搞创作 你要懂词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你要得词有些基本的了解 我在这里和朋友们讲几本小书 比方说 龙玉生先生的词群 概论 我觉得最好的一本还不是这个 是词学诗讲 词学诗讲 是我受益飞奖 大家可以把这本小书买到 就是他讲的比较实在 那么你要是对唐诗 还有哪些不是太了解的 就是说唐诗三文雄 你不太不太明白 那个上海古记出版社 全总编 现在诗诗了 叫赵长平先生 他说我的兄长 也是我的朋友 非常了不起 他有一本书 就是唐诗三文雄全解 他讲他的念书 也讲得很到位 我在收理一下怎样学习 首先买一本诗诗格律 了解格律有哪些常识 第二步就是学习他的身运 学习身运 我们古代的音运 哪些步 我们怎样要运呢 生力启蒙 成万运的 你如果没有生力启蒙 那个利用对运也可以 第三步就是宋头经典 唐诗三文雄 宋诗三文雄 第四步 了解诗词的念书 了解诗词的念书 我一跟大家推荐了 都哪些书 哪些基本的书 对你有用 将来大家如果有更好的 技术慢慢提高 我再和大家推荐一些 比较有分量的修士注重 和大家一起探讨 我在最后强调一点 你要想写好诗 填好词 写好旧题诗 填好诗 你就必须不断地写 光懂得到 你还是写不到 因为写作是个实践的东西 你写得越多 就写得越好 好 这点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朋友们 重力行踏千把斗 默然回首 就不复杂了 我还是写得了 我还是写得了 对 我还是写得了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